这三洗流钢还在原生钢 一直以来都有朋友建议 东归先生开个原生钢或洗流钢 正好最近在角落里翻出一包碎石子 就来开一下这种钢吧 开钢过程和之前的那些钢一样 放底纱碎石子 摆石头 种水草 加水 过程很老套 之前也多次说过 这一次就不详细说了 说实话 对于这类洗流钢或原生钢 东归先生并不是特别喜欢 这种钢比较适合有过滤器的情况 放上碎石子和揍井石头 再少点缀一两颗水草 到视频中这一步 加上水就差不多了 比较有意境 然而作为无过滤的三无古法生态钢 必须要使用大量水草植物来净化水质 同时也需要抵杀吸附能力强 以此来沉淀水中颗粒物 使水质清澈 同时能高效培菌 分解食物残渣和鱼侠粪便 从这两个关键点来说 这种洗流钢或原生钢一条也不占 比如刚才没种水草时 看起来还挺有感觉的 但种上大量水草以后 效果反而差了 再说抵杀 这种碎石子 没有孔系 吸附能力很差 同时堆在一起 也很致密 透气性差 东归先生可以预计 抵杀很快就会因缺氧而变黑变臭 而且由于透气性不好 没有火山石那样的吸附营养物质能力 水草的生长效果应该也不会好 尽管东归先生在缸里种植的是非常皮实的枯草 武功草等水草 但预估还是容易烂根 虽然这种缸不适合三无古法生态缸 但东归先生还是决定开一个 主要是基于以下目的 养出一个黄水缸 然后看看利用生态方法 能不能除黄水 因为这个问题 也经常有朋友问到 所以大家能看到 东归先生在缸里放入了树枝 除此之外还从乌龟缸里捞了一些龙眼叶放里面 呼之烂叶 很容易造成水发黄 放入树枝树叶后 这个缸的最终样子 就是视频中这样了 大家说这算是吸流缸呢 还是原生缸 最后再说下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 鱼缸造景和水草搭配问题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但说实话 这是东归先生不擅长的地方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大量的艺术细菌 而且造景本身就是因人而异的事情 有人喜欢城市画 标准画的东西 而有人喜欢随心所欲 只要自己高兴就成 所以在造景这块 东归先生并不擅长 给不了大家太多建议 只能说方法有了 大家自己发挥吧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古法低成本 关注东归先生有干货